十月二十六号至二十八号 习近平分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和省长赵一德 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和省长王凯陪同下 深入陕西延安市和河南安阳市的农村、学校、红色教育基地、文物保护单位等进行调研 二十六号下午习近平一下火车就乘车前往延安市安赛区高桥镇南沟村 延安是革命老区也曾是深度贫困地区 习近平一直挂念陕北的老乡们 2015年2月习近平在延安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为当地推进脱贫攻坚指明了方向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 习近平第一次外出考察来到延安 看看老乡们脱贫后生活怎么样 还有什么困难 乡村振兴怎么搞 习近平走进果园 向现场采摘的果农了解今年苹果收成 同老乡们亲切交流 并采摘了一个红红的大苹果 在村苹果习选车间 习近平听取当地苹果产业发展情况 并查看分检装箱生产线 现场摆放了当地种植的各种苹果和身家工产品 习近平饶有兴趣的一一端详 仔细听取介绍 对当地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 培育壮大集体经济 带动老乡们增收致富的做法表示肯定 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党嘛 就是为人民办这些事的 看到人民的话 生活好起来了 富裕起来了 有钱花了 孩子们受到好的教育了 老人们医疗有保障了 我们就高兴了 习近平强调 空谈勿国 实干兴邦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让老乡们生活越来越红火 27号上午 习近平等集体乘车 来到位于延安城西北的杨家岭革命旧址 1938年11月 中共中央机关由凤凰山迁到杨家岭 在杨家岭期间 我们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 领导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习近平等首先来到中共七大会址 1945年4月至6月 党的七大在这里召开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旧居 重温老一辈革命家在杨家岭的革命经历 了解革命旧址保护情况 习近平指出 《延安革命旧址》 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 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每次来都温故而知心 受到深刻教育和启示 随后习近平等集体乘车前往延安革命纪念馆 参观伟大历程 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陈列 习近平不时驻足观看 同大家一起缅怀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争容岁月 党的二十大闭幕以后 你看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同志 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延安 瞻仰党的七大会址 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同志的旧居 也参观了这个延安革命纪念馆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回顾党在延安的光辉岁月 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 弘扬延安精神 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 发扬斗争精神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 而团结奋斗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胜地 新中国的摇篮 从1935年到1948年 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的革命家 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13年 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 实现历史性转折 扭转了中国的前途命运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1938年 毛泽东同志在研抗日军争大学回答 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指出 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 全党同志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 坚决落实党中央角色部署 要求党的干部 把屁股端端的坐在老百姓这一面 形成了只见公谱不见官 这样的生动的局面 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 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 更多更公平 汇集全体人民 全党同志要发扬斗争精神 提高斗争本领 坚决战胜 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依靠顽强斗争 打开事业发展 新天地 同志们 党的二十大 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党和国家的大正方针 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兰图 让我们踏上新征程 向着新的奋斗目标 出发 随后习近平来到延安中学早园校区 延安中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学 是在老一辈革命家 教育家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亲切关怀和精心培育下成长起来的 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 为革命老区培养了大批人才 习近平走进高一二班教室 同师生清洁交流 问同学们有什么理想 长大后想做什么 离开学校时夜幕降临 同学们走出教室 独掌关心总生计 习近平向大家分手致意 28号上午 习近平来到河南安阳 临州市红旗渠纪念馆 上世纪六十年代 当地人民为解决靠天等雨的 恶劣生存环境 在党和政府支持下 在太行山腰修建了 隐章入林水利工程 被称为人工天河 习近平走进展馆 依次参观了千年汉魔 世代抗争 红旗引领创造奇迹 英雄人民太行封碑 山河巨变实现梦想 既往开来精神永恒等展览内容 随后习近平实地查看 红旗渠分水闸运行情况 详细了解分水闸在吊水 灌溉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 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 是一脉相承的 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 永远震撼人心 年轻一代要继承和发扬 吃苦耐劳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 摒弃娇二纪 像我们的父辈一样 把青春热血 镌刻在历史的封碑上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也就是一两代人的事 我们正逢其时 不可辜负 要做出我们这一代的贡献 红旗渠精神永在 28号下午 习近平考察了位于 安阳市西北郊 环河南北两岸的殷墟遗址 殷墟是我国历史上 第一个文献可考 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 商代晚期都城遗址 习近平步入殷墟博物馆 仔细观摩青铜器 玉器 甲骨文等出土文物 他指出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为我们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 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 约1000年 殷墟我向往已久 这次来是想更深地 学习理解中华文明 古为金用 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提供借鉴 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 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从未中断 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 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 要通过文物发掘 研究保护工作 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强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 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 是两个结合 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 增强做中国人的自信心 和自豪感 初心一德 始终难守 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 远观未来 从而在新的征程上 更加坚定 更加自觉地牢记 初心使命 开创 美好未来 明镜与点点栏目